大家好 你们观众像是UP主要更新了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最近很火的高校外卖房偷卫视 吴京 穿着军装守护人民 脱了军装守护人民的外卖 这样的良心演员很少见了 吴京还有个事很有意思 就是他当初追谢南的时候 非常的直男 吴京见到谢南就问 你结婚了吗 你有男朋友吗 还问谢南说 你用的什么香水 谢南说 谢后 吴京说 是为了谢后我吗 真的是太直男了 宝贝我有眼大 理解一下 吴京 1974年 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武术世家 还是满足正白旗 祖上曾做到过玉林军统领 据说 家里还有一块 咸丰皇帝遇刺的 五魁匾鹅 吴京的父亲和爷爷 都是习武出身 吴京六岁时 就进了石刹海 五孝习武 在习武这条路上 吴京也确实受了很多的苦 八岁时脑袋被开了个洞 九岁时摔折了胳膊 最严重的是 十四岁那年 他突然下肢瘫痪 差一点就要一辈子躺着了 但他还是靠着自己 重新站立了起来 后来的日子里 吴京也是受伤不断 浑身缝了一百多针 连郭德纲都忍不住调侃他说 这么多针 都能做两双被子了 从体效出来后 为了生活 吴京在手缸烧过锅炉 在西四做过服装生意 95年的时候 吴京在师傅的推荐下 出演了电影 宫普小子闯情关 正式出道 当时吴京 在这个电影里演的是男主 和他搭档的是钟立提 以及于海周比利等大腕 但这部戏并没有捧红他 直到后来 他要接连派了太极宗师 小李飞刀 才累积了一点名气 这个颜值 呃 03年吴京去了香港 当时的武打戏 还香港比较厉害嘛 到了香港后 他见了很多电影公司老板 导演 制片人 但是依然 整整一年多都没有接到过戏 所以那个时候 他只能跑跑龙套 时不时呢 还要做一个女装大佬 给萱萱 袁永宜 还有传过恋情的 凡一鸣都当过武打女T 哼 2005年 吴京终于得到了一个电影 杀破了那机会 和他演这首戏的是真子丹 据说 为了拍好这场戏 剧组在吴京身上 打断了木头 都有四根 后来这个片段 也经常被好事者拿来道摇 说真子丹看不上吴京 故意打压他 还在拍戏的时候 打断了吴京两根肋骨 但事实是 这个片段 本来是剧本上没有的 是真子丹 自己掏钱 为吴京加上的 外界关于吴京 真子丹不合的消息 一直没有断过 所以才有这段出名的采访 如果您和真子丹 赤手空拳打一架 谁能赢 我打烟而已 不过好在 这段堪称经典的 后相打戏 也终于让吴京 在香港打开了局面 终于有人找他拍戏了 但当时在香港 电影市场已经慢慢示威 吴京始终没有创造出 属于他的功夫时代 2008年 吴京开始转型 担任导演 拍摄了首部 个人指导作品《狼牙》 但内地票房仅有423.7万 晚他两天 障眼的动作业影 总票房却不易 后来真子丹 接受采访时 还说 武术冠军 大致上多的是 但未必各个 我们成为功夫明星 这句话也被人认为 是在影射吴京 之后 吴京无奈地回到内地 却遇到了汶川地震 于是吴京 他也捐款捐物 还亲自跑去 一线斋区处理 据说当时为了救助 吴京每天早上6点 就起床 和士兵们一起搬运 也是在这个时期 吴京被人带战时的奉献 和牺牲精神所感动 于是决心 想要拍一部 军旅去的电影 这也是电影战狼的由来 吴京通过一个书迷群 认识了南京军区 政治部文工团的 干部刘猛 这个刘猛 还是一个著名的 军事题材作家 编剧和导演 吴京在刘猛的帮助下 去南京军区 特种部队 待了18个月 和特种兵们同事同住 据说 吴京还跟着部队 吃遍了全国各地的蚯蚓 他为此还做了个比较 说 北方的蚯蚓比较细 南方的蚯蚓 蛋白质比较丰富 比较软 云南的蚯蚓有咸味 为了拍好战狼 吴京准备了整整六年 在资金不够的情况 还抵押了自己的房子 战狼上运后 获得了5.4亿的票房 两年后 战狼2面试 很快就以 59.93亿的总票房 本剧中国电影票房榜首 据说当初 在给战狼2挑演员的时候 猴自芳本来想找一些 有流量的明星来撑场面 但是都被吴京 非常强硬的拒绝了 最后整部电影中 稍微有点流量的 也就是唐总张翰了 而张翰扮定这个角色呢 其实最初的人选 定的也不是他 而是响你的夜 王思聪 王思聪版战狼 很难想象啊 要拍起来可能是这样的 首领 雇佣兵那边 已经有人回应了 搞定吴京的巡人了 没有 雇佣兵全为王思聪收买了 战狼2是在非洲拍的 在拍摄期间 遇到了被毒蜘蛛叮咬 遭遇海啸 食物中毒 司机被抢 等经历 看这个拍摄事宜 很搞笑啊 工作是吴京的 生命是自己的 如果交流不畅 请勿习惯性 标出你最熟悉的英语单词 雨天莫装逼 以免遭雷劈 作为祖国的代表 可以晒黑 不能抹黑 太好笑了 当时吴京呢 也是受伤最多的 再达到最好的饮食效果 有一个跳水动作 吴京拍了整整26遍 跳完了 还要在水里 继续跟敌人打斗 吴京拍戏一直很拼啊 基本每拍一次戏 就会受一次伤 甚至有网友 为吴京做一张图 这个图上 就标注他每一次受过的伤 战狼2上映时 正值应付边防部队 和中方部队 发生对峙 局势紧张 在战狼2上映两周内 各种官方 军事媒体 连续发文 微信站台 之后战狼 更是两次获准 延长放映时间 这才造就了战狼2 56亿的神话票房 战狼2成功之后 却有一些质疑声 女友网友骂战狼2 情节不行 说主角光环太强 高空随便跳 子弹随便躲 单挑坦克 被戳中心脏都能火 太假了 那我建议你去看看宿石 所以惹得吴京 直接回怼说 美国大兵主角光环 又正常 中国军人以一敌十 就不可能 太贱了 我中国人 我打十几个工艺兵 我没死 我就不行 我就得该死 美国人中了 中了那么多枪 都快打死了 还能继续站到半个小时 美国人就可以 OK 中国人就不行 贱不贱 骂得好啊 真的太贱了 但吴京这话 还是惹恼了不少观众 导致吴京 开始拥有了 堪比流量艺人的黑粉 吴京PTSD 这个群体 只要看到吴京 就开始乱喷 比如造谣说 吴京是中国香港籍 七四千难 是美国绿塔 孩子是英国国籍 这样的人 怕爱国电影 根本就是为了捞金 然后吴京 直接晒出了 自己一家人的护照 和孩子的出生证明 以示清白 BBC给了《战狼2》 一个差评 说这个片子 充满了民族主义 之后吴京 就说出了这句惊险的话 我不管你是谁 我爱国无罪 而且再说了 如果是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说我爱国有罪的话 这个是否有点 说是中国人 I'm Chinese 之后 吴京的粉丝 又跟诺兰的粉丝对上了 起初是诺兰的 敦克尔克要上映 来中国宣传时 就找了吴京对谈 所谓对谈嘛 简单来说呢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 唠唠嗑 宣传一下电影 谁知 一些诺兰吹 不乐意了 说吴京 凭什么可以跟诺兰 坐在一起 那简直浪费诺兰的时间啊 这话一出 吴京的粉丝不乐意了 这导致了双方粉丝之间 爆发一场骂战 吴京粉丝说 诺兰为票房 抱吴京大腿 诺兰粉丝说 吴京给诺兰提携 都不够格 反正骂来骂去 最后吴京宣布 形成冲突 不参加了 还有一次 吴京嘲讽当红男团 EXO太娘 说自己不认识 不知道这些人是男的女的 导致EXO粉丝暴怒 直接将吴京的百度贴吧 给爆了 而甚至有些人都冲错了 考虑了普京的贴吧 但其实呢 吴京后面还有几句话 说的是每一种形象 都有存在的必然性 其实并不是针对EXO 《战狼2》之后 吴京接了十多部电影 《流量地球》值得一说 作为一个新年导演指导 加科幻题材电影 《流量地球》 在开始找演员的时候 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因为这种新类型的电影 需要找一个知名度高 可以带动整个项目的演员来加入 导演找了很多演员 都被拒绝了 因为大家都相信 做中国电影这个环境 拍不出来科幻片 最后还是吴京答应了出演 本来在拍摄之前 吴京说好了只是客串 结果拍到一半 剧组没钱了 原来是投资方万达 突然撤资 跑去投吴秀波的《情商二》了 于是《流量地球》导演 只好找到吴京商量 这个片酬啊 我们是肯定给不起了 要不然这样 你能不能给我们剧组多少钱 也有千万怎么样 你能想象着 你在公司打着工呢 老板突然跟你说 我看不起你的工资了 不如你再给点钱 帮我还债吧 光是想想 都让人觉得拳头硬了 但吴京却想梦没想就答应了 直接从演员成为了投资人 出品帮 宣传大使 由此 还诞生了一个 空手套战狼的梗 《流量地球》火了之后 片中那句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也成为网络热语 据说这句话呢 可能跟吴京之前的一次 酒驾事件有关 06年的时候 吴京跟朋友喝酒 然后叫了代驾 结果因为车没挺好 酒店的保安说 你把这个车 从去挪一下 于是呢 吴京就自己上车 去挪车了 结果 刚挪了5米不到 就被家警抓了 当地警方判定 属于酒驾 为此 吴京还被刑拒了10天 罚了整整 1800块 一次性扣了12分 这样一算 5米1800块 差不多360亿米 可见 艺术的确来为生活 《流量地球》这个电影 还是很好的 但是还是有不少网友在骂 骂剧本 说中国人等到地球 就是吹牛X 骂语言 说科幻片 就是要看英语 换成中文 就是村口大喇叭 骂整部片子 含精量太高 反正就是要骂吴京 见不见 2019年 吴京拍演电影《攀登者》 电影还没上映 豆瓣就被刷了几千条恶评 而影片上映后 更是直接被炒上热搜 说现在珠峰忽然这么严重 这部电影 是不是在鼓励大家 招待珠峰 首先这个电影 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其次吴京只是个演员啊 剧情啥的 不应该问导演吗 电影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1000个人心中 就有1000个阿姆雷特 如果有人 可以突破重重困难 只被刷好一部电影 这种做法 在现在的电影市场 本来就值得敬佩 最后 我们来讲一讲 吴京的情感史 吴京的情感史比较简单 在娱乐圈里 他的绯闻很少 这件被传和叶璇有过异端 不过当时 叶璇据说有男朋友 是张国立的儿子张默 所以当时八卦新闻 给的标题也很抓嘛 比如 吴京和张国立的儿子 抢叶璇 在叶璇之后 吴京便遇到了谢南 谢南 1983年出生于安徽 是光线传媒的 当家女主播 此外 他还当了演员 出过唱片 他和吴京 相识在一档名为 最佳现场的节目中 当时谢南是主持人 吴京是节目嘉宾 2014年 两个人结婚 为了让吴京 安心筹备电影 谢南忙亲王后 跟他说 啊 婚礼当天 你只需要跟剧组请个假 来现在就好了 所以最后吴京 还是举着拐杖 赶过来的 稍微让吴京 花了点心思的 就是那件 花了那价钱买来的 迪奥高定西装 就是现在吴京 走红毯 参加典礼 经常穿的那套 迪奥观光也很给力 几乎是吴京穿一次 他打酒出来认领一次 还将吴京身上 这件早已过季的西装 形容成经典款 另外 两个人的婚纱照 也让吴京 用成了经典的 吴京手 本来这张照片呢 是这样的 结果有一天 他突然变成了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甚至被人批哀成了这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拍一张好照片 可以用很久 真的是经济适用型 婚后 吴京和泄南非常恩爱 之前吴京拍电影 没钱 要抵押房子 泄南说 我还有个小棚子 电影赔钱了 我养你 我养你 后来两个人上综艺 幸福三重奏 更是给观众撒狗粮 吴京坐车困了 要泄南亲手 才能睡 泄南唱歌 吴京在旁边打节拍 泄南减肥 吴京哄他吃饭 上次看到 这么腻外的场面 还是在上次 除了是男外 吴京还有两个小情人 一个是经常在微博里 被他爱他的死鬼 段一红 两人曾经是对方婚礼城的伴郎 还在婚礼上 被冰壳邀请接吻 另外一个 就是塑料兄弟张义 当年两人一起参演电影 攀登者成为了好兄弟 后来张义接到 我和我的祖国 片方邀请 有点犹豫 于是 他找到吴京商量 问怎么办 当时吴京一脸坚定 说 我哪都不去 就在攀登者这待着 然后张义就说 行吧 那我也不去了 结果 说要跟攀登者 相知相投的两个人 转头就在 赌国的乐园现场相遇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最后 说回吴京 我很喜欢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 在如今 国内科技如此发达的时代 国内的影视文化输出 不应该总是以 自1840 鸦片战争以来 这样做开头 这种电影文化的输出 也是一种国内的展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给我们散联哦 我们下期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